各位朋友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中秋假期就剛剛過去了 今天正式的第一天開工 通常據我太太的經驗 通常都是開工日 大家才會看視頻 看影片、看YouTube 以前是假期才看 現在假期很多活動 通常上班才看 豬仔今天第一種推介好東西 是一隻SEICO的Big Day 光動能的Big Day 左邊這隻是Special Edition 而右邊這隻是最原本的顏色 兩個顏色的配搭 先拿起其中一隻 這隻是停產款 市面上已經比較少見得到 我不敢說完全絕跡 因為豬仔都未去完所有標譜 但都很少見得到 這個跟精通拿有點相似 相似的地方是三眼仔的佈局 它採用了光動能V194的機心 精通拿是V192的光動能機心 這個就是V194 我分別告訴大家 先說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六點位置 都是一個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動力儲能顯示 我看到Flu Empty 現在自住了中間 做了一支橙色指針 很鎮定的 第二個相似的地方 就是它也有Cornograph 計時碼錶功能 你看到這支秒針 做了橙色指針 就是一支計時碼錶 可以開始Corno 這個小秒針 放在九點位置 做了一個細秒 而這三點位置 就是一個24小時顯示盤 不同的地方就是這支大日力槍 最近都流行的大日力槍 由美度MultiFord TV 電視機的大日力槍開始 很多品牌或錶迷都會關注大日力槍 因為未必每個錶迷都有大日力的手錶 通常都會有day day down day 甚至乎沒有日力 三針 但大日力會比較少 市場上 這支光動能 亦都配搭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做了Satara Crystal 我們先看看啡色 啡色就是這個特別版本 這個版本 這個特別版本 也是做了橙針 做了啡面和啡金圈 啡面和啡金圈 整支錶的機心都是一樣的 鱷型都是一樣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採用了這個特別的顏色 做了啡金圈 跟那一隻熊貓灰面啡金圈很相似 啡金圈 也是市場上比較少用度的顏色 你看看這支錶的細節造工 細節造工就是裏面的位置做了不鏽鋼光芯 而外面也是做了不鏽鋼光芯 用了不同顏色的錶圈 啡色的位置 亦都採用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內影邊框裏做了一個凹凸坑的內影邊框 帶有夜光的 時分針加上黑度也帶有夜光 一起展示夜光給大家看 時分針加上黑度也帶有夜光 日曆窗的位置做了白底黑字 放在12點位置做了big day兩個格子顯示 而6點位置就是動力儲能顯示針 我們先試一下Chronograph的按鍵 這個啡金圈很細心 它用了一個螺旋式鎖標關 配合了10個bar的防水 做了一個螺旋式鎖標關 做了啡金色的 上下兩個Chronograph的按鍵 都是用了啡金色的 這個就是啡金色的配搭 至於黑色是做銀色的標得 同樣的標關位置都放在一樣的位置 也有些細緻造工 你看到黑度黏著內影 好,我們先試一下Start的環境 你看到Start的環境 有上角按鍵 計時碼的橙色指針就開始起動 而6點位置的小圈 就由動力儲能顯示的功能 轉到歸零的位置 當這支大秒針走一圈 為之一分鐘 這裡就會跳一格為之一分鐘 Start, Stop, Reset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歸零的位置還未準確 看到它差一格嗎? 其實可以調教的 我們放開了標關再向下轉動 放開標關看到裡面 有紅色提示給你 就是你還未鎖上標關的時候 它會有紅色提示給你 這個位置很細心 先拉起標關 我們試一下保持這個按鍵 其實拿起標關 再來一次 拿起標關之後 可以調節這支計時碼錶針 因為它現在答不正 我特意把它調到答不正 給大家看 好了, 保持這個按鍵 右上那個按鍵 你看到下面轉了一圈 其實我們可以調 你看到它現在調了 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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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住右邊這個按鍵 調到箭咀的位置 就是歸零的位置 這支調好了 上面這支點 也是按住這個按鍵 它動這支的 現在動一支大的 就一個圈 然後按右下個按鍵 它也是會… 按了一下之後 就回歸零的位置 好了, 調完完之後 按進去 一個拉推管 我們鎖上標關 其實已經解決完了 我們試一下調整時間 給大家看 調整時間方面 先拿起 我們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調整時間 調整的時候 24小時顯示盤就會亂動 是亂動的 調整到六點多鐘 負一位置 半格我們調整的力槍 記得調整到六點多鐘 因為一個多功能機心 要跟正常使用方式 14、15、16、17、18、19 今天是19號 調整20號給大家看 兩個格子顯示 已經跳了 好了 調整完之後 按進去一個拉推管 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看看V194究竟有沒有分段計時 開始 看看有沒有暫緩 好像是有暫緩 現在暫停了 還是暫緩了 我們再按多一下reset 追回針 第二名衝線 你看到 開始、停、停、reset的玩法 好了 這個就是V194的光動能 Big Day的機心 配搭了藍寶石玻璃錶面 更加內磨 整隻錶屬於大錶徑 也是一個停產款 錶腳的位置 你看到這個位置 做得很漂亮 它做了一個拉絲的 斜割了下來 有點像武士的錶殼 這樣斜割了下來 做了拉絲花紋 質感硬先調處理 延伸的部分 做了光芯 左右兩邊 沒有錶孔 有墨孔的 以前都是輕墨孔的設計 錶帶方面 做了實心不鏽鋼錶帶 Ending 都是實心鋼錶帶 而錶帶 也是做了實心鋼錶帶 錶扣的位置 做了接碟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是一二三四 四個洞 三個眉條位 一個雙倍錶扣 看看打開錶扣位置 錶扣做了光芯的薄橋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底蓋寫了什麼 底蓋寫了Sephy 藍寶石玻璃錶面 這邊寫了10個bar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V194的光動能機芯 Japan Movement 做了螺旋式鎖底蓋 配合了高防水道 防水道達到10個bar 其實有水 但做了鎖錶觀 這是黑色的原本 整隻錶有些手感 試一下幫大家看看 我自己會選擇黑色多一點 我會選擇黑色多一點 啡金這隻就再搶眼一點 Special Edition 整隻錶的總重量 就192g 192g 這隻錶有些手感 雖然它是非潛水類系列 但它也算大標徑 試一下讀一下標徑給大家看 直徑方面 就去到43mm的標徑 厚度方面 12.2mm的厚度 而Luk to Luk 就去到50mm 但是Luk 這裡就會有個視覺錯覺 就會去到上面 因為它這裡好像是個 summerize 沒有視覺型 角對角 試一下戴上去給大家看 其實提前 我已經偷偷地試過戴 不算太降 雖然它也去到43mm 但因為它這裡很貼手 你看到這個位置 轉接位置很貼手 所以錶不難carry 挺漂亮的一個款式 三眼仔之餘 就有光動能最重要的功能 power reserve 動力儲能顯示 還有 也有big day 特別一點的 好了 如果你都喜歡 豬仔這隻 推介 這隻 停產款的推介 不多架數量 心動的你 千萬不要猶豫 因為覺得兩隻 覺得兩隻 兩隻 兩隻 黑色的original 加兩隻的啡金 如果你喜歡特別一點 可以選擇這個 啡金的big day 如果你喜歡原本的 可以選擇這個 黑色橙針 也很鮮 其實配一條錶帶 也很棒 如果我們配一條錶帶 那錶帶寬度應該是22 我試一試 看是不是22 如果是22的話 其實也可以配一條橙針 橙色的錶帶 也OK 我看一看 22 是的 22的寬度 錶帶22的寬度 好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有說明書 還有保用證 還有吊牌收據 一連保用的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過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除了big day之外 這隻手錶 其實這個 零角切角的部分 做了一輩子的耳蓋 都是令到錶的線條感 做得很漂亮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我們下集見 價錢還沒說 2588 是的 2588 價錢方面 其實超級優惠 因為香港 都比較少見得到 我看到新加坡的網站 Ebay 在賣569元US 480元US 即是 算運費 我當是500元US 3900多元 豬仔 就和大家爭取到的 靚家 2588 一隻 2588 我們下集見 拜拜